我们准备讲两个问题 一个是土地关系与社会结构 一个是经济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 土地关系社会结构 这个概念过去有的时候也会表述为什么阶级关系 剥削关系等等 我们首先要讲一下土地占有情况 包括它的国有和私有这两种情况 在私有土地方面 因为土地的占有是不平均的 有的人土地很多 有的人没有土地或土地很少 所以肯定会出现各种剥削关系 那么这个剥削关系在中国古代的后半期 也主要是租电制 那么租电制在明清时期也有些新的发展 另外也有一些跟一般租电制相比 有些不太一样的一些 其他的这种剥削关系或者是衣服关系 这个我们要讲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负一制度的变化 比方说第二个问题 租电制讲的是社会成员地主和农民 他们之间的关系 但是第三个问题就是国家和社会的关系 负一制度是国家地主农民 这些土地占有者他们的关系 他给国家承担什么义务 所以这是第三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是世身阶层与宗族制 这就是在社会结构方面 明清的一个特点 就是有那么一个世身阶层 这样一个阶层的出现 是和科举学校制度比较有关的 另外宗族这样的一个东西 在明代重新活跃 而且发展的规模很大 对社会也很有影响 大概就是要讲这四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土地占有情况 这个我们就要 就是说土地占有情况 实际上是分国有私有两种 而且大部分的土地是私有的 但是国有土地也要讲一下 因为国有土地比较有时代特点 所以我们可能还要花的时间多一点 首先我们就要讲一个概念叫官田 官田这个概念 当然古代也有 现在我们就讲明清时期 而且官田这个概念主要存在于明代 它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意思 广义的官田就指的是各种国有土地 就只要这个土地不是属于某个人的 而是属于国家的 当然可能现在正在归某个人使用 被某个人占据 但是它没有完全的所有权 它不能买卖 不能自由处理 像这样的土地 所有权是国家的 那它就是官田 这就是第一个概念 我们现在上面引了几段资料 第一段引的是明史失活制的田制 这一大段的话 讲的就是这种广义的官田概念 他说明土田之制反而等 约官田约明田 就是说明朝的土地分成两种 一部分是国有的 一部分是私有的 下面他就讲了一下 这些国有的土地都是怎么回事 有的是宋元寿继承下来的 有的是后来什么没收的 什么包括学校的一些田产 包括一些皇族或皇帝 皇亲国戏的庄田 包括一些国家的墓地等等 包括一些坟地 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 这些不归私人之配的土地 这是国家所有 它最后有一个数字 说以明朝中期为代表 红制十五年的时候 有这么多一个数 其中官田是明田得七之一 换句话说 官田和明田的比例是一比七 这就是明朝中叶的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大概前后会有些变化 但是变化不会太大 这就是说明朝整个土地的情况 大概有八分之七 是属于私人占有的土地 但有八分之一 八分之一不算少 这个数量 因为中国就是那么大 那个耕地面积也比较多 八分之一的土地是国家所有的 这就是广义上的 各种各样的国有土地叫官田 但是官田还有另外一个含义 一般我们讲的时候 经常用这个第二个含义 就是狭义的概念 狭义的概念就是 专门指着国家占有 并且用来出租的这部分土地 因为国家占有的土地 有各种各样的形式 待会我们下面还会有好几种 有些国家就把它赏赐给一些贵族 一些功臣 或者一些皇亲国旗 让他们自己去占有 但是这个土地还是国家的 它是不能卖的 像这样的土地 待会我们还要讲 有些是作为囤田 是用军队来种什么 或者用军事化的方式来管理 但是还有一些土地 是国家就是相当于 以一种地主的那种 这样的一种角色来经营 这土地是国家的 国家把它租出去了 然后收地租 这种土地就是狭义的官田 那么下面有两段史料 是有两个人讲的官田的概念 这就都是狭义的了 比方说头一个人 唐赫征 他说官田什么的 他说抄末入官 但他这个讲的也不全 就是官田的来源有各种 但是那种没收的是一种 这种土地反正是归国家了 归国家以后 民间只是殿重未尝纳架 这个土地是归国家 但国家不能自己种 肯定还是有老百姓在种 但是种土地的老百姓 他不是土地的占有者 他只是殿户 只不过他是国家的殿户 所以他每年给国家交的粮食 属于地租而不是赴穗 顾言武也说官田 官之田也 国家之所有 而耕者由人家之殿户也 就是他讲的也是这个含义的官田 就是说明朝的总的国有土地 有那么多 大分之一 这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国家 就直接用来出租 而且获取地租的这种土地 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一位 官田 这种土地我们要讲一下 它的分布是很不均匀的 主要分布在江南 特别是今天的江苏省南部 当时明朝有叫做苏 松 常 家 湖 这五府 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 包括苏州 松江 常州 嘉兴 湖州 这五个府的土 大量的分布着这种国有的出租的土地 这些土地是哪来的呢 首先有一大部分是从宋元继承下来的 在南宋灭亡前夕 当时的宰相贾斯道全臣搞过一个公田法 因为当时南宋财政困难 政府就想了一个办法来增加收入 就是说强制购买民间的那种超额的土地 他定了一个数量 就是说大概能是根据等级 你占有土地 达到什么标准 如果你超额的话 政府要强制性的回购一部分 不是说全部超过全部回购 而是我叫你必须得卖给政府一部分 当然政府说是回购 政府其实是花的钱很少 或者不花钱 或者脱钱 或者给他一些那种没用的那种有价证券 什么叫有价证券 比方说杜碟 那么在宋朝出家是要有杜碟的 那么后来杜碟成了一种流通的证券了 就是好多人并不出家 在手里存一大批这种出家用的杜碟 然后再转卖 有的时候可能会 价格也会炒得很高 但有的时候又会掉下来 反正就是 当时说南宋末年宋朝政府也没钱 就用这样的一些东西来 弄了一些土地到自己手里 但是还没怎么用 南宋就灭亡了 然后元朝过来以后 就把这些土地就宣布是 因为元朝可以理直气壮 说这土地原来是南宋政府的 现在就归我们元朝政府了 也反正就是不归老百姓 那么这中间元朝就把这些土地出租 然后又传到明朝 这本土地 当然什么土地主要 因为当时南宋政府买的土地 都是好土地 都是集中在这些高产地区的 什么苏松长 就这一代就最多 另外在元末的农民战争当中 苏松长家胡 这一代又是主要是 叫做张世成的地盘 这是跟朱元璋当时对抗的一个割据势力 朱元璋和他打了好多人仗 最后把他给消灭了 所以这地方的土地 大量的也就被朱元璋在战争当中给没收了 再加上明朝初年 朱元璋打击这些什么官吏 贪官污吏 也打击一些民间的这种 这种逃强地主 也没收不少土地 这种土地这种地方 这种地方也特别多 总之就是在苏松杭家胡 这种土地最多 所以的话带来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说苏松杭家胡 每年交给政府的粮食 在全国的财政当中占很大的比例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地方的土地 本身它就高产 负税那个标准比较高 另外呢 大量的土地是国有土地 是按那个地株的那种 那种这种比例来交 那交的就非常多了 那就和一般的土地说 这是我私有土地 私人土地 我给政府交的负税 那个比例是很小的 而当地株交的比例是很多的 怎么也得一般都得交到一半 这样一个量 所以的话 那个政府从这收的粮食就非常多 这一点呢 关于那个就是顾延武讨论过 顾延武这些事故里面 有一大段话 就说明朝的财政问题 大量的来自江南的这些国有土地 他掌握的数字 他说在洪武年间 全国每年的收上来的粮食 大概是将近三千万弹 这其中 当然你看它就很不平均 像浙江一个省占了十分之一 那浙江一个省占十分之一还不要紧 苏州一个府也占十分之一 就苏州府可是没多大的 这些很小块一块的地方 他每年交的粮食 280万 就将近290 280多万弹 占全国总的粮食 粮食税收的将近十分之一 这是很可观的数字 当然松江府 藏州府都很高 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地方的特点 所以苏松地区 苏松杭嘉欧地区的 是明朝的主要的财政上的地位很重要 不仅因为它的这个地方的经济发达 还因为它这个地方的国有土地特别多 但是这个问题后来发生点变化 发生什么变化呢 就是到时间一长 管理上有点乱 就是说一开始可能政府管得很严 知道这个土地是国有的 那个是私有的 国有的按高标准交付税 私有的按低的交付税 然后就分别收 可是而且在原则上 你这个国有土地 你是不能买卖的 只能是政府出租交给谁种 然后或者收回再交给另外一个人 种的人你是不能支配这土地的 但是时间一长的有点乱了 包括管理上有的账本找不着了 或者是怎么着 或者有的人在种的土地 偷偷的转手把它给卖了 然后采取一种欺骗手段 跟买主说说这土地就是我们家的 什么的 或者它可以伪造一个什么 这样的一种土地证什么的 就是说后来慢慢还是搞乱了 有的土地不在最初种的人手里了 拐了拐去 拐了好几个拐刀 后来的人手里 后来的人就不认账 我不知道这土地是国有的 我不能按标准交税 这样的话就会很交给租 就会很麻烦 就会搞得很乱 所以到后来 当明朝中期以后 这个问题越来越暖 搞不清所有权搞乱了 最后政府采取了什么办法 就说那我不管了 我也不查了 干脆 我就把我 反正我收的税 就是收的粮食一分钱不能少 我就把当年收的国有土地这么多粮食 和你民间的税收的那些粮食 我平均起来分摊 管你原来是国有的 私有的 现在我就当你是私有了 但是 只要保证我收的粮食不少 谁爱种谁种 这就是顾燕武下面说的这个话 你看他一下 他这个差别很大的 照顾燕武说的话 就是说苏州官田特别多 明天是很少的 明天仅以五升起科 就是一般的民间土地 收税的一个标准 当然会有好多档次的 低标准是五升 而官田 官田本来要收一半的 但是后来可能政府有些减免 那也得收到七斗 这个七斗就是十四倍于民田 差别是非常大的 这个土地如果是政府所有的官田 他收的粮食要十四倍于民田 但是后来搞乱了以后 不管那套了 我管你什么田 一律按照一个新标准定 那就是一切以三斗起征 这就是江南地区后来的处理方式 这样的话 等于实际上是原来种官田的那些人就赚了 而原来的真正的私有土地 这个私有者就亏了 但是反正政府不管你这套 他也不讲道理 他就一刀切 因为他自己已经搞乱了 那么这就是以后的这个情况 这个情况就说明什么 说明官田政府已经不把他当国有了 就当成私有土地了 只不过他是一种高额赋税的私有土地 收的粮食特别高 因为当年曾经这里面很多是政府的土地来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就是官田的 就是我们讲国有土地 反正就是说这么说吧 就是明清两代国有土地还颇有不少 但是要注意 就是一个是它的国有性质也不是很完全 不是百分之百有国 就是国家实际上 你没有办法天天的盯着这些土地 你还得什么出租各种办法 你还得分散经营 然后这些土地慢慢的都在向私有化转变 那么这个关系就是这样 本来是政府很多高 收很多粮食土地 后来也就搞乱了 就和明田混在一块了 一律按一个高标准来说罪 只要政府的钱不少就可以 这就是后来的明朝的发展 那么这些土地到了清朝 已经完全和明田混在一起就搞不清了 只不过它的付税比较高而已 这是官田 那么还有屯田 屯田我们其实讲猥琐的时候讲过 就是明朝朱元璋搞猥琐制度 那么用猥琐的那些军队来屯田 包括在边疆 屯田也特别多 后来明朝屯田搞出一些花样来 很多的叫军屯 明屯和商屯 军屯就是军队直接的开荒 就相当于生产建设兵团 明屯是把一些没有土地的一些流亡人口组织起来 用军事的那种管理方式让他们来种土地 当然这个土地不是他们的 所以种的剥削率也是很高的 但这些人毕竟还不是军队 没有列到军队编制里面 所以这个叫明屯 还有商屯 商屯是由商人在边疆地区 就是由商人来经营和管理 商人在边疆地区占一些土地 然后去内地招一些穷人来种 当然这个管理也比较严 种出来收的粮食就提供给政府 商人开垢招人来种土地 粮食又拿给政府 商人得到什么好处 政府就是收给商人那种食盐的专卖权 让他去给他发一些买盐的盐票 让他去盐厂买盐 然后拿来转卖赚钱 就是盐是政府统一管理的 专卖的 但是你要谁想和政府申请 买盐的销售试盐的权利 你就得给政府去搞商屯 反正就是在边疆 你弄一块土地早上来种 给政府交粮食 他就是这么一个利用民间的资源 为国家服务一种交易 反正囤田的花样很多 有好几种囤 但囤的特点就是说 一个是管理严密 一个是剥削率高 这都是肯定的 剥削率不低于刚才官田 就和兵团一样 都是军队的 但是这部分土地本来也是很多的 但是到明朝很早也就开始瓦解了 因为为所就已经瓦解了 后来到了明朝终极后期 后来慢慢的也就又是这样 搞乱了 搞不清了 谁是谁的搞不清 而且这粮食也收不上来 所以后来政府又下了命令 说我们看一下崇祯时候的一个规定 说算了 不查了 说不管你是当年是军屯还是冥屯 依照明田起科 那就当你私有土地来收复岁了 好像在屯田方面 政府感觉到 他是受了一些承认接受了这个损失 因为如果按照屯田的标准来收复岁 那又是很高的 但他后来宣布都按照明田 就好像就是民间一般土地了 这样的话可能就说不了那么高了 他没有说好像说把原来一个屯田的高的一个税额 和一个明田的低税额综合起来 平均再分摊 好像并没有 因为这个屯田的这个土地啊 大量的都是在这个北方比较多 而且这个生产也经济也不是很发达 土地质量也不是很好 他收不了太高 他好像也就算了 所以最后就认了 就把这些土地也就不要了 其实就这么回事 就是说管你谁土地 只要你有人种 跟我交税 我就满意了 所以这部分很大的土地呢 到了明末也基本上私有化了 到了清代 因为为所制度也基本麻洁了 所以这部分土地也没有 这部分土地基本上也都是 就是完全归老百姓了 还有第三部分土地 庄田 这又是明代的这个国有土地的一种 庄田就是那个 国家的土地呢 赏赐给那个官僚贵族 也作为一种福利给他们 由他们自己去经营 当然他们也会出租了什么的 但是这个土地为什么要放在这儿讲呢 因为这土地的所有全是国家的 这个被赏赐的官僚地主 这土地是不能拿去卖的 不能是那个什么 就是自由处理 而且呢 国家什么时候需要收回 它就开始有权利收回的 好像给这个官僚贵族 只有一种使用权 甚至于是一种 不是一种永久的使用权 而是一种临时的使用权 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还是把它当作国有土地 但是庄田呢 这个后来变化的也很复杂 一个是后来怎么着呢 皇帝也要搞庄田 按说你皇帝作为一个 全国最高同志的 全天下残富 民意上都是你的 你还搞个小金库 好像没有必要 但是后来明朝中期 有好几个皇帝呢 都觉得那个国家的钱不好花 国库里的钱 你要花 花是可以花的 一花的话就有人出来那个提一件 就是比方说你花的多了 大家就会说 你这个花这么多钱 你的钱到底是干什么用 就会很啰嗦 如果说皇帝自己有一个小金库 钱自己随便花 谁也不知道我有多少钱 我爱怎么花怎么花 这样是最理想的 所以这个皇帝呢 就要自己搞一些自己的产业 所以明朝中期呢 皇帝又开商店 又买土 就是又购置土地 搞很多花样出来 这里面这个庄田呢 有一部分是皇帝的庄田 皇帝的庄田 按说就 他要选与什么自由经营 他是可以的 但是他也一般他也不会卖 所以还和那个月 就他等于也是说 占了一片国有土地 他就自己就跟那经营起来了 那么还有大量的是皇帝 把那个国有土地赏赐给贵族 宦官 什么皇亲国戚